哪些狗可以打得过比特犬?谢谢邀请,我是一万年,这个问题其实不太好回答,比特犬作为斗犬来说,是天下文明的,但是斗犬拿第一的是不是一定是比特? 也不好说,一万年认为,没有最强的群体,只有最强的个体,常被用来做斗犬的那几个群体,比如中亚、高加索等,都很厉害,但是真要比斗起来,肯定是这只和那只的比较,不是这堆和那堆的比较,这有点像大世界杯,看上去实力最强的未必拿冠军,理论上,如果是同等个头、体重、状态的斗犬, 可能还是比特赢的场次多吧,战斗,最需要三个要素,勇气很劲,实力体力,技巧实战经验,比特傻,被训练的咬住不撒口,这众杀敌一千自损八百,甚至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精神,是战斗最需要的,狭路相逢勇者胜,狭路斗狗杀者胜,再说,由于比特的痛感神经滴后,所以感觉到疼痛也比别的狗晚, 这对战斗来说是种优势,使得他更有耐力,更能坚持比赛,虽然赛后对他身体的损伤一定也很严重,一万年痛恨斗狗,尤其是地下斗狗,人类的贪婪,很独一蓝无鱼,比斗犬残忍多了,而地下斗狗场的各种斗犬,不论看上去多么凶狠,其实命运都一样,两个字,可怜。 谢谢大家